哎呦呦 我练的好坚实啊 我喜欢叫他剑歌唱首歌或者怎么样 那你说我能不管他叫剑歌吗 我演戏可能叫就叫叫剑地了 哈哈 情谈世间世都变迁 雪花飘飘北方小小 我带上中国好声音和跨节歌王都欢迎你 而且我们跨节歌王跟李健老师真是有缘分 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在跨节歌王绑绑 姚琼 姚琼 姚琼也演过 对 李健老师来了就对跨节歌王的舞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说这个节目组所有的钱都用在了节目的创作上 老师你觉得今天修波唱的怎么样 现在唱怎么样 还行 你觉得他跟李健老师谁唱的好啊 还是修波唱的 不甘 你们这个舞美这儿像 特别酷炫 对 像兴趣了 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 但是会很麻烦 会很花力 现在做电视已经没有容易的事了 是吧 而且就是说实话修波老师是这么成功的一位艺术家 能跨界来到这样的舞台 我们所有的设置也都是能够匹配得上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在歌手的时候唱《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修波当年也帮我了 来尔不往菲利也 他就是还特意推了一个国外的一个活动 我会觉得心里踏实 海天为极仙 秀书跨界别仰仙 极仙开设 有位于净 MING PAO CANADA 你唱的舞台 最终的舞台 它是开帘的 不可以不可以半angen 我们让他演出 每次一首歌 最终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江山 更爱美人 哪个音 胸浩瀚 宁愿孤单 好儿郎 浑身世代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浩瀚 凝云 孤岛 草儿啊 闻山石胆 装置好情丝 海人冰芽 人生断断 几个秋 哦 不醉 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西云 黄河流 来啊 来个秋啊 不罪不罢休 酬情 凡事 别放心痛 人生断断 几个秋 不罪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西云 黄河流 来啊 来个秋啊 不罪不罢休 酬情 凡事 别放心痛 人生断断 几个秋 不罪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西云 黄河流 来啊 来个秋啊 不罪不罢休 酬情 凡事 别放心痛 我自己 自己 自己 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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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年 结果 我自己 知道了 我自己 知道了 我自己 做了 我自己 把所有 现在来 我自己 这些只是 我自己 一个人 批误 喜欢唱爱江山爱美人 我觉得光这样 好像是似乎很有点 不太体面感觉 所以我又加了一段这个易剪媒 因为我想 不就是要把我爱江山和爱美人的心思剪掉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波叔 你看演这个司马懿是一个古装戏 临名之前是一个年代戏 所以我就想到这两个戏的一个时空的一个对话 其实这首歌多多少少有点那种英雄气端儿女情长的意思 对 儿女一情长 英雄马上气端 刚才大家听得都特别的开心 而且都觉得是眼前一亮 娜姐就跟少女一样一直跟着拍手 你唱得怎么样呢 刚才这个词说 刚才我觉得他们俩就像刚才谭维维说的 其实我们都已经不在乎他们唱的到底是音准啊 还是是不是那个技术到不到位 我一直在看两个兄弟笑江湖 然后呢这位兄弟呢 一看就属于老江湖 就我 吴秀波 然后再给那个特憨厚的书生 就是剑哥在画园的 东边 然后西边 就那种情绪是把这首歌唱对了 把我指点到像姜山 对 我看的都看愣了 因为我觉得波数好像是 所有的跨界公王今天发挥是最自信的 最放松的 但是他的首位还是在这里啊 所以他唯一的缺陷 其他的都很好 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你唱到至今为止最好的一场 我一直都在笑 为什么你要笑呢 开心呢 就像刚刚波数他们在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在台上 他们觉得不好意思 刚刚我就一直不好意思的刘哈拉子两个男神 真的 真的这个是摩者良心说的 特别好 特别好 男神 厉害啊 因为这个互动太完美了 完全就是熟男的魅力 也许这种对位歌啊 突然间上一句下一句 要把他接起来 其实他难度很高的 就明明是在戏里面呢 偶尔要出戏一下以免会唱错 那就用四个字形容吧 行云流水 这个表演 谢谢 谢谢 因为他在吧 就是我就会 有自信感的表演 就不会去觉得 这件事是我在做 就总觉得这件事是一个特别熟识的 一个朋友在带着我做 所以就会特别开心 三年前我做了一个节目的这个比赛选手 我邀请了秀波帮我帮唱 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一样 我也很忐忑 但是秀波在我身边呢 我就感觉好多了 李健呀真的是一个太太古代的人了 我有机会看一下他那手机 他的手机真的是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 旧的 他还没有微信 他没有微信 每次呢 要不然就给他发短信 要不然呢 就直接找他的家人 对 这次其实他把他日本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活动 一个取消了 哇 取消了来了 你们俩这也算礼尚往来了 三年前你看 博士帮你帮唱 今天李健老师来帮你帮唱 这就是兄弟感情礼尚往来吗 我们还约了好多事 那你们当初第一次见对方的时候是在哪 瑞士 在法国吧 他说瑞士 你说法国 你们俩是在一个点 我们从法国转到瑞士的 哦 日子被加尔胡还没有被唱的时候吧 来跟薛国我们聊起来了 然后就季仙就在瑞士旁边 一个胡 我名字忘了啊 咱俩弹唱 是你在唱 我在熏 那时候已经从上午喝了下午了 我嫌少有这样的记忆 就是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次 我特别喜欢听他的歌 然后我们跟创作者和演唱者 在同一个地方 在那种环境下 听他就是由衷地在哼唱那首歌 那个确实特别美好 咱们要不然远景重现一下 哎呀 就当下面是贝加尔胡啊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荫 也共把爱恋 散满了湖面 散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那平凡的脚步 让我们南千里面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多想某一天 往事又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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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悲伽 在悲伽 你先听我说 我给他当嘉宾的 我来给他拉票的 然后我一会儿 他上来我唱一轮 然后他上来 我又来一轮 到他那儿 这是我们真正的 导师中的导师 到我一会儿 王凯不介意吧 王凯不介意 王凯说了不介意 他不介意 但是投票就越来越少了呀 娜姐 这样如果你这么大压力的话 我把维维也叫上来好不好 一起来和声 咱们人多就不显得 娜姐那么突出了 来来来 来 谭小姐 在我怎怀里 在你怎样离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扫荣椅 我上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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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湿飞的冰雪 容不下那温柔 这一生一世 这时间太少 不够正面融化 冰雪的深情 太好听了 还是应该再编排一下 唱得正好 我说心里话 不忍心打扰 我就是一直在想 李健唱这首歌 就是那种淡定和单纯 其实歌坛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但到了他这个风格的时候 他能够影响我们 这一点 值得让我们特别欣赏你 有没有发现 娜姐非常坚持原则 一直在夸李健 根本不提波叔 不是 因为整个夸的话 都得留给王凯才行 我以为你说呢 你说是不是 咱们都应该得夸夸 波叔是我的偶像 我一直是个波密 从第一期夸到最后一期了 我把我所有美好的词 都说出来了 真的 你知道我老公也是一头白发 是吗 对 所以说这个 你真的 你操碎了心的 真的 真的是操碎了心 谢谢娜姐 棒棒的 棒棒的 健哥有一个称呼 你们知道吗 除了音乐诗人之外 哈尔平王 对 他其实是按这个辈分来讲的 正好排第五名啊 这一二三四五的舞 要不然才拿这个来拉拉跳怎么样 不拉票 我们其实有很多高级的手法啊 但这个跳舞也是比较高级的手法啊 我要干什么 我一定要去说 拉跳 你要有更高级的方式拉跳 哈哈哈哈哈哈 我希望啊 301位这个观众哈 投出你们庄严的一票 投不投我们 我们都很高兴 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 季炎热 但是又可以久久回味的一个 现在是几点 哈哈哈哈 应该是晚上啊 所以我希望 能够记住这样一课 我再次代表秀波 秀波比我更内向一些 感谢那些投票的 然后对那些想投又不敢投 不敢投想投 手脸发抖的朋友呢 再说一句啊 投票没那么难 谢谢 谢谢李杰老师这样的队 最强的游戏表演 好棒啊 好 好 接下来支持波叔的 暗红色剑 不支持暗黄色剑 海天未知先 蜘蛛快捷别养先 先动时间 现在开始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谢谢 谢谢波叔